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次我会跟大家介绍 这个就是Logitech G610 的青组键盘 这个键盘我买的原因是 因为我要重复我的旧键盘 今次就跟大家开箱看看和测试 对比一下我旧的Logitech 键盘是G19S 今次这个是青组和机械键盘 我很久之前已经想买的 隔了这么久, 终于滴起深光买 事不宜迟, 先去拉近些给大家看看 都看到了, Cherry MX Blue 这个就是包装的盒子 都是香港保养的 先把袋子拿起来 这个就是它的背面 很简单地介绍一下 Cherry MX Blue 的键盘 今次我买的这个不是RGB 这个只是白色的灯 因为我自己个人喜好 有些人喜欢RGB, 我不需要的 所以我就选择白灯这一款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也是, 这个就是它的正面 就是, 拿开了这个袋子 对了, 清楚很多了 我好像已经在使用了 在旁边吧 好了, 开了给大家看看 因为这只键盒子, 这只键盒子 好了, 这个拿开了的盒子 就是, 这个盒子 就是那个盒子 现在就是内盒 打开它 就会见到主体 就是这样的 包装都OK 一般都是那些东西 这里可以拉起它 然后就拿出一条线 那, 这个皮包就是这样的 那, 背后都是 有个所谓的说明书 那, 这些东西 不什么特别 我就是讲解一下 插入电脑 以及插入它们的Logic Checker 软件 没什么特别 那, 这个底部也是没有东西的 那, 只有键盒子也很聚首下 这里可以拿到另一边 好, 键盒子 对了, 登登 不, 什么呢 USB 啊 它的USB 插头 都很漂亮 它这边也是 旁边 应该都是 嗯, 这些都是反光的 所以会黏手指板 它就算都很粗 所以是OK的 那就不会弄硬了 這個就是它的背面 這個版本就是沒有托手的托盤 即是放在你手腕的位置 我把桌子的隔位比較小 所以基本上也不需要 好,現在先拆開膠型 嘩,都很漂亮 旁邊有貼了貼紙 就是這樣,貼了貼 即是它那層膠型都沒有托下來 全身 就是這樣 背後有兩個高度可以調整 這個最高,這個最矮 可以調整個人喜好 對,手打字的舒適度 自己調整 而且它的防滑膠都做得不錯 不錯的 打下去很舒服 青軸來說 我個人喜好就喜歡青軸 因為打下去有手感 還有一些聲音、回音 感覺到真的好像打字 我不喜歡鍵盤太靜 所以就要減輕軸 還有它這裡有齊了 一些media的 shortcut play and pause stop backward forward 還有mute 著燈 這個打機模式 搞大小聲 好了,我現在就 拆下去 我的電腦那裏 我同時用兩個鍵盤 好了 好了 已經自動在開啟燈 可以看到 好像走馬燈一樣 笑不笑 連標誌都會開啟燈 已經安裝好了 對比起燈 對比起燈 開啟燈 好 還好 打字 起上來也是很舒服 好舒服 又好順 如果對比起 我舊外的 聲音很順利 聽起來不清 很漂亮 而且字出來的回力又慢了一點 所以我終於這次的心想買一隻青玉了 打字是快很多很多的 不同我這隻 真的要給這隻的 19S 的好處是多了螢幕 但現在又不是太需要的 那就換個鍵盤 這隻因為不是RGB 只是白燈 所以還可以的 這個自己的模式 好像走馬燈模式 就要自己調校 我遲些進去 自己慢慢調校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拜拜